给大家一个心理准备 现在还不是最冷的时候 入业到明天清晨才会最冷 来看一下气象数的最新说明 机率都会逐渐的下降 那我们可以从这个色调强化营土可以看到 台湾目前上空有这个黄色跟这个绿色的这个云系 正逐渐有通过 这个就是今天从昨天的晚上 一直到今天白天这一天 对台湾的高山造成降水的一个这个华南的水汽 那这个华南水汽目前正在通过台湾 预计入业过后 到了今天的深夜 这个华南水汽就会远离台湾 后方的干空气就会随时 影响到我们台湾的附近 所以山区的降雪 估计在今天晚上过后 这个山区的降雪就会开始逐渐的减换 但是迎风面仍然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所以迎风降雨还是相当明显的 今天整天的温度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 这是今天中午大概是下午两点的这个温度 在台中以北、宜蘭 各地之上的温度都是在8到10度左右 所以今天一整天的白天都是相当寒冷的 彰化以南一直到高雄屏东这个地方 大概是11到13度 台东的话温度比较高一点 有到16度左右 所以在整个西半部今天一整天 都是温度相当低的一个状况 这样子的一个温度可以一直 维持到深夜 深夜温度会再次的下降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图上蓝色的区块是低于10度的 深蓝色的区块是低于6度的 所以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清晨 在整个西半部还有宜蘭、花莲、台东的重谷地区 都可能降到10度以下 尤其是在北部的近山区 还有宜蘭的近山区跟中部的这个近山区 更可能因为水气比较偏干加上辐射冷却的影响 所以部分地区会降到6度以下 所以我们今天也有针对这些地方发布低温的灯号 明天白天可以看到 明天因为水气比较偏干的关系 所以在整个中南部地区都可以见到太阳 温度会比今天稍微的回升一点 但是在北部地区可以看到 持续受到寒流的冷空气影响 所以在北部地区 尤其是在大台北的近山区 还有桃园的近山区 跟宜蘭的近山区 都还是有一些地方会在明天的白天 仍然是处于10度以下的 这些地方低温的时间就会相当的长 在降雨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受到华南雨区通过的影响 所以大致上大部分地区都是有降雨的 尤其是在整个中部离北 还有宜蘭花莲 宜蘭跟花莲地区都有明显的降雨 这些降雨因为温度也够低的关系 所以在北部接近到1000公尺左右的山区 以上的山区有降雪的一个状况 在中南部地区2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也有出现降雪的一个情形 那这些地方很多地方的降雪 随着这个华南雨区逐渐的通过的状况以下 西半部的这些降雪会逐渐的趋缓 但是在银峰面地区 如果温度跟水汽配合的话 仍然是有一些降雪的几率的 但是整体的几率来说 跟今天白天相比都是会明显的下降 今天晚上到明年精神可以看到 就是华南雨区已经逐渐的通过了 所以剩下银峰面的大台北地区 还有东半部还有北部的山区 仍然是会有一些银峰的降水 但是在各地的这个降水都是逐渐的趋缓的 到了明天白天也可以看到降水会逐渐的更趋缓一点点 未来一周的天气我们可以看到 在今天的入夜到明天这一整天 台湾人能还受到高压带来的冷空气影响 所以在台湾地区可以看到 受到偏北的这个冷空气的影响 还是相当明显的 所以明天的一整天 整体的温度都还是相当低的 要一直到后天 礼拜四的清晨过后 礼拜四的白天开始 台湾地区的这个高压梯度 逐渐的变得比较稀疏一点 因此东北风是逐渐的在减弱的 那风向来讲 也会开始稍稍的比较偏东风一点 所以在25号白天开始 台湾各地的温度就会开始 呃有回升的一个状况 所以在未来一周的温度上来讲 在今天一直到礼拜四的清晨 台湾受到寒流的影响 各地的温度都还是比较偏冷的 明天的温度跟今天相比 会稍稍的回升 但是可以看到明天北部白天 仍然是在10到12度左右 整体上的感受都还是比较偏冷的 中南部大概可以回到15到18度左右 要一直到了礼拜四的白天 呃北部地区跟宜朗 才会回到大概15度左右 中南部会达到达到接近到20度 所以整体的这个温度回升的幅度 要到礼拜四白天才会比较明显一点 那未来一段时间 受到比较偏东风的影响 呃温度会一日比一日的逐渐的回升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